歡迎軍事鎖定 其實點不一樣 來看見到是俄烏的戰火 烏克蘭再度的派出了 王牌的部隊 前往哈爾科夫作戰了 再加上美國製造的 這高精度炸彈 說是成功的命中了 俄軍在庫斯克 這個地區的指揮所 另外俄軍在黑海 同樣是損失慘中 港口邊警鄰大座 畫面中慘遭大火吞噬的是 一艘滿載30個燃油箱的 俄羅斯杜倫 大火中還伴隨著爆炸聲 這艘杜倫當時就停在 俄羅斯克拉斯諾達 連接克里米亞的 高加索港地區 卻在22號下午遭 烏克蘭海王星飛彈命中 沉入海中 目前還有兩名船員 下落不明 而同一天 俄羅斯南部福爾加格勒 也有許多開車的民眾 募集濃煙飄散 原來是當地的 馬里諾夫卡軍機場 遭到無人機鎖定 衛星照片拍下 機場上有好幾個 剛置機棚嚴重回損 至少一架 敲烏克蘭無人機攻擊的 俄國羅斯托夫油草 燒了五天五夜都還沒撲滅 火勢大盜 連太空的衛星都看得見 烏克蘭第三突擊率 8月同步在哈爾克夫州 展開新的反擊 另外烏軍也證實使用 美制高精度GBU-39炸彈 炸毀 俄軍在庫斯克地區的指揮 先前老神在在出訪的普京 終於招開新的視訊會議 他指控烏克蘭試圖攻擊 庫斯克核電站 除此之外其他官員的報告 顯得避重就輕 沒有提及究竟多少領土被佔據 先前包含CNN在內的外媒記者 曾進入庫斯克採訪 現在俄羅斯說 要對他們提起刑事訴訟 不過烏克蘭理都不理 照樣派另一組記者入內採訪 還有參與庫斯克行動的 烏克蘭第82空中突襲旅 受訪談作戰過程 我們在訪談 他們已經被訪談了 我們在訪談了 我們在訪談了一點 但不適合 說親眼看到俄軍不堪一擊 俄羅斯現在開始在庫斯克地區 搭建混泥土臨時避難所 但媒體上大肆播放的 卻是高調慶祝俄羅斯國旗日的鏡頭 在這裡彷彿另一個平行時空 感受不出俄羅斯境內戰火升溫 相比之下烏克蘭總統 責倫斯基除了挺進邊境蘇梅地區 瞭解戰況 又馬不停蹄接待首度來訪的 印度總理莫迪 這是俄烏戰爭以來 莫迪首次到訪 他一見到責倫斯基就送上大擁抱 還親切搭著責倫斯基的肩膀 一起觀看各種俄羅斯在戰場中的罪行 莫迪是單純當調停人 還是對親俄立場出現動搖 成為觀察重點 烏克蘭得確保國際力量堅定支持 因為烏東的戰場仍陷入膠著 烏克蘭再度呼籲波克羅夫斯克的居民 趕緊這裡 以防俄羅斯朝這裡 快速逼近 月新聞 宋佛島 至於中東的局勢 不久前 夜門胡塞組織不是才宣布嗎 說在鴻海集成了兩艘船 那麼避免中東的戰火爆發 好 我們看到美國的包含林肯號 以及羅斯福號 雙航母都部署在中東 印著白色星條徽章的戰鬥機 在甲板上敘事待發 這是美國林肯號航空母艦 搭載的F-35C以及FA-18戰鬥機 整個打擊群部署在美國中央司令部 位在中東的作戰區域 不久前 夜門胡塞組織才宣布 他們又在鴻海區域集成兩艘船 美國派出林肯號 跟已經部署在中東的羅斯福號 組成雙航母戰鬥群 要對親伊朗民兵 還有伊朗帶來威嚇作用 林肯號是第一艘部署F-35C 艦載戰鬥機的美國超級航空母艦 攻擊能力也更強 船上還有搭載RIM-7海麻雀飛彈 RIM-116滾體飛彈 防震近程防禦系統等裝備 另外 俄亥二級核潛艇喬 以及美國空軍的F-22戰鬥機中隊 也被派到當地駐鎮 不過美國大動作配置核艦艇 卻也掀起軍事專家討論 必要時候到底來不來得及協防以色列 8月初伊朗先放話 要在24到48小時內就攻擊以色列 根據推測 林肯號當時應該在關島附近海域 還得在沒有其他任務狀態下 才能如期在8月下旬抵達中東 如果真的開打 林肯號還來得及幫忙嗎 另外 伊朗會以什麼方式報復以色列 還是一團迷 如果中東所有親伊朗民兵 要和美國與以色列打持久戰 後勤不計與消耗的軍事成本 不只美國吃不消 也可能讓其他需要美國軍艦護衛的地區 出現防禦真空 如果它在某點程度已經不斷斷了 像以色列在昨天的時間 我們開始在斷斷了 這可以導致我們更深入 到真正的全世界的戰略 這會不會只是在哈摩斯的戰略 但再次你會有哈巴勒從北部 哈巴勒從北部 此時以色列還在與真主黨糾纏 雙方打來打去 嚇跑大量遊客 黎巴勒首都貝魯特的高級飯店 餐廳高級泳池幾乎空無一人 觀光業者說他們就快撐不下去 更不用說已經無法住人的加薩地區 週四加薩北部一處民宅 遭以色列空襲炸毀 有11人不幸罹難 根據CNN報道 包括美國CIA局長在內 各方重要層級談判代表 週五才會抵達開羅 繼續會談 目前談判爭結 仍卡在 以色列軍隊是否該撤出緩衝區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持續炮轟聯合國 到現在都沒譴責哈馬斯作為 而美國則呼籲各方支持過渡協議 能盡速達成停火 減少無辜百姓的傷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這招美國大選來看到 是民主黨的權貸會已經落幕了 那麼賀錦麗是壓軸發表演說 她就提到了機會經濟這四個字 主要是喚起美國的中產階級 同時也端出了政策的牛肉 除了減稅之外還給補助 最重要就是這句話 民主黨權貸會最後一天最高潮就是賀錦麗的演說 要讓選民看到誠意更要拉抬氣勢 DNC最終場每個橋段都有巧妙安排 NBA球星Curry視訊站台 還有大咖女星Iva Logoria來相助 用西班牙文拉近與拉丁裔選民之離 也少不了溫情環節 請來賀錦麗的兩個侄女來教大家 怎麼樣好好唸出大阿姨的名字 可愛表現蒙翻全場 另外還有首次為政黨獻唱的母女黨 就是Pink紅粉佳人帶著女兒Willow開金桑 看得出這都是為了貼近賀錦麗陣營主打的女力女權 現場觀眾也幾乎都穿上白衣 象徵平等不退縮 而其他民主黨人一登台 更是毒蛇金句連發狂酸川普 資深參議員華倫P川普就連幫他搬沙發都不夠格 而和賀錦麗有多年交情的加州台裔眾議員劉雲平 則把賀錦麗捧為中產階級守護者 I first got to know Kama Harri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when I was a California State Legislator 罢在贺锦丽深知民生疾苦 而这也是民主党的竞选主轴 贺锦丽强调要复兴中产阶级 是他的执政目标 但到底要怎么做到 终于给出答案 贺锦丽日前到了关键摇摆州北卡 终于端出经济对策 包含要为一亿人减税 将子女的税收抵免 从现行的2000美元增加到3600美元 有新生儿的家庭 更可以拉高到6000美元 住房部分要在四年之内 增加300万间新住宅 还有要补贴首购族 最多可以到25000美元 约80万台币的补助 另外他还希望国会通过第一步 禁止食品公司 以不公平方式 哄抬价格的联邦禁令 选民买单吗 有人很支持 但是在祭出哄抬价格禁令这一项 就被对手阵营批评 是带有共产色彩的 经济明确主义 高通膨始于新冠疫情 却成为拜登执政的硬伤 到底通膨是谁的错 挺川派和反川派 更直接在CNN节目上吵起来 经济好不好 美国民众感受很主观 贺锦丽开的经济解方 能不能说服更多中间选民 才是关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贺锦丽被提名 可以说这过程转折不断 大家还记得吗 在之前美国总统拜登 是以81岁的高龄参选 当时就引发了讨论 那么年纪到底会不会 影响到领导力呢 数据显示跌破远近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台湾 都是僵士老的啦 那我们就做了一些 国企知名的运动品牌代工 53岁的郭子仲是企业创办人 公司一开始贩售鞋类周边产品 后来转型成电子商务 打造智慧零售店 年轻的CEO 他毕竟在创意数位 以及科技的运用 他会比较愿意接受 品牌延续美式文化精神 年轻的领导思维 带着公司挺过疫情 身为一个CEO 他要有很强的市场的观察 他可以让员工去尝试一些事情 而且敢于建言 那我本身也常碰到一些 年长的CEO 跟他建议一些事项 他会比较觉得 这个不太可能会形成 郭子仲也很在意企业传承 根据求职网调查 有68%的企业 属于有接班人计划 接班人开始培养的年纪 平均落在33.7岁 其中有33%的企业 是选在30岁以下 有一句话叫做 江氏老的辣年轻的企业领导人 对于公司的发展有不同的洞见 美国500强企业中 70岁以上的CEO只占5% 反观台湾前十大企业 有一半以上的董总年纪 超过70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大概民国60年代 1970年 我们台湾的企业产业 才开始因为国际贸易 开始发展 所以很多当时的 所谓的中小企业组 开始偏手支足 然后创立 所以其实企业对他们来讲 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们要放手 这个在感情上面 是很不容易的 所谓的专业经理人制度 这个并没有发展得很久 整个华人 还是习惯性有所谓的 传子不传贤 血统的因素非常重要 公司治理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权跟管理权 董事会的管理 要怎么样子做分离 做很好的安排 这个对一手创立企业的 这一些所谓的企业组来讲 其实都不太容易接受 还有一个就是 在华人的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很重视年资 像我们在很多续心上面 都还是用年工 你做的越久 领的越多 所以以至于年资 甚至会比能力更重要 美国500强企业的CEO年纪 2024年初 70到79岁间的CEO有24位 80到89岁的只有4位 90岁以上只有一位 也就是巴菲特 至于台湾前十大企业中 超过70岁的董事长或总经理 就有包括台积电 联发科 国泰金 台塑化及日月光等 东南亚最大网购平台阿里巴巴 Lazada前副总许全认为 台美CEO年纪的差异 产业结构是主要因素 但台湾呢 因为钱百大 我看了一下 可能大部分是金融 电子半导体 还有传产为主 美国的话它是更均衡的 包括资讯科技 医药保健 然后零售汽车这些产业 像美国一样 就是新产业有年金领军 然后台湾这些传统产业 有老经验的领导 过去协助蛮多的台湾新创出海 那就是好的CEO 我觉得他就是懂得 自己的强弱下 所以他不可能 什么财务啊 销售产品 就是这样让进攻 所以他最强的是能够去放权 给比自己厉害的专家 所以他整体来说 就是如果用一个画面来说 就是他很像是一个 掌舵的船长 所以让投资人跟员工 知道现在的方位 然后以及行情的方向 不论是哪一个年龄层的CEO 能组一个高手团队 学习事务 懂得变通 有沟通能力 都是重要特质 现在很多台湾的企业 也在学一个叫做 人力之眼规划与发展 就是说这个跟永续发展 是有关系 也就是说 当一个员工进来 他慢慢成为一个主管经理人 我们对他的生涯 要有所管理 然后怎么样 让他慢慢有机会 他可以独当一面 这是一个很长城的 大概可能20年30年的规划 长江后浪推前浪 快速变迁的时代 新一代接班人 要面临的挑战也不少 TVB的新闻 前后想往回台北采访报道 什么都涨 就是薪水没有涨的年代 现在还传出说 已经动涨了30年的水价 可能也要调升了 那外界就关注了 这是不是也会变成水电霜涨 10种蔬菜摆满锅中 汤头煮滚后飘出香气 将牛小排稍微涮一下就能吃 这间火锅店开业10年 主打现流海鲜新鲜直送 还有高档进口肉品等等 老板说这几年 食材成本的进货价是年年涨 牛肉的涨幅最为明显 一涨就基本上都没有再回去 就是一路再翻上去 如果说就五年的时间来比的话 通常大概 腱子 如果说就拿比较便宜的部位 就是腿腱的部分来比的话 大概涨了一倍多 大概我们以前 大概五年前的话 买腱子新大概 130是比美国的 130左右 到现在大概都320左右 老板很无奈 多种食材都有涨价 主席总处刚发布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是2.52% 攀升到近5个月高点 连税第三个月 超出2%警戒线 各大类中 以食物类上涨4.57% 涨幅最大 主因水果受2023年低激素影响 价格上涨27.23% 蔬菜因为凯米台风侵袭 供量减少 价格上扬8.58% 食用油和外食费 也各涨4.99% 及2.77% 7月的通膨应该来自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说成本推升 进口的原物料 跟大众物资的价格上扬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需求拉抬 也就是说7月暑假 这种内需型的服务业 其实相对是蓬勃畅旺 所以说这两个力道 把7月的通膨拉上来 店家仔细清洗蔬菜 每天要清洗的食材 和餐具用品很多 开店成本中 除了人事成本 是很大的支出 房租 电费 水费 食材进货都有一定压力 基本上我们目前的话 店内都是开电磁炉 那每一桌大概就是 只有大概都两个电磁炉 那那个功率都是比较大一点 耗能的话来说是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还有我们的全天候的 冰箱 因为我们冰箱是低温 就是跟一 因为我们是水产内为主 所以它的冰箱温度 要求就在比20度更低 所以它的耗能的程度 也相对会比一般的再多一点 以这家火锅店来说 一个月的水费 平均是在1万6到1万7 而现在传出 因为台湾的水价 已经30年没有调整 有可能会涨价 另外9月要召开电价审议会 决定10月电价是否调涨 因为4月已经涨过一次 所以各界都很关注 也会担忧 有可能双涨吗 因为水电的调涨会影响到 比如说整个制造业 制造的程序 还有这种民生等等 所以说当然会让成本推升 但是我想政府要调涨 最主要是反映成本 而且它会挑在这种 通膨逐渐趋缓的时间点 我认为如果说最早的话 应该也是今年9月之后的事情 因为到时候非常有机会 通膨来到2%以下 政府在进行这种水电的调涨 这样子的话 这个企业跟民间的反弹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可以比较能够控制 现在餐饮业的确面临 很严重的成本上升问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人事成本 因为我们薪资调涨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房市比较火热 所以它会进一步的带动租金 可能会调高 这个成本也会上升 再来我们的物价是持续的上涨 这个也就不用说已经从疫情来到现在 物价都是居高不下 所以如果未来再加上水费跟电费调涨 的确有可能是会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压力 那我相信现在的业者都在观望中 餐饮业者可能会观望一阵子 不敢马上涨价 怕吓跑消费者 若万物皆涨 唯独薪水没涨 民众感受当然不会太好 但水电涨价也是反映成本 民众 业者 政府都觉得很苦 TVBS新闻张志安 王一杰推不倒 通膜之下别说当有钱人了 现在想要成为中产阶级也越来越不容易 像是老师这个职业过去普遍认为生活无鱼 但现在压力也越来越大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在台湾哪个区域 如果只靠家里是一个老师在工作 然后要支撑起全部的家用的话 我觉得是蛮吃力的 对 因为现在整体的通膨生活费用 是不管是不分区域 是每个地方都长的 身为国小老师的Sherry 从业20年明显感受到通膨的压力 尤其二三十年前 说到老师这个职业 一致都认为属于中产阶级 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小朋友的才艺费的确是涨了不少 就像我们家姐姐现在读国中 她我们算一个学期这样子好了 可能都要 一个学期反正可能也要四五万以上吧 更不用说像她还在考虑说 要不要让她再补理化 可是这个对我们家庭而言 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先让她 在学校试试看 她真的不行再去补 也会考量到说费用 双新家庭依旧是要斤斤计较 而中研院调查发现 有六成四的台湾消费者预期 一年后生活成本会上升 比2023年10月调查时的五成四 高出十个百分点 显见大家对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比如这个年度我们也要出国去玩 今年要出国去玩 我们可能就会减少国旅 对 那如果去 比如说国旅去比较多次的话 有可能今年就不会出国 中产阶级 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力量 那中产阶级呢 如果他们也感受到了生活上的压力 那这个是代表 其实这个国家 他的家庭经济可能就会有些状况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家庭 是靠薪资来做我们主要的所得 但是薪资成长的速度其实很慢 那在这两年呢 我们的总薪资 特别是实质薪资 基本上还居然还呈现负成长 中产阶级的压力 其实也不只是出现在台湾 美国近年来也饱受压力 包含房贷利息上涨 教育 医疗保健 保姆费用等等都增加 而依照美国民调机构的规定 中产阶级的收入 是所在地区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到两倍 从上限定义来看 美国25个最大的都市当中 有六个城市年收入即使超过20万美元 也只能算是中产阶级 美国比我们严重是因为美国是最早 他把这个制造业外移的国家 所以说因为他的制造业外移 然后他的经济结构改变 所以说他的中产阶级其实这种减少的这种速度 是大概所有现金国家里面最快的 此外的话因为物价成本的上扬 导致中产阶级的这种购买力也受到影响 以美国来讲 就是中产阶级他的所得 有可能可以高达到20万美元 换算成台币大概是600 6700万 如果一个家庭的年所得有到6700万 在台湾其实是可以过得很好 所以中产阶级在不同的国家 他的情况可能也是有点不同 不过学者也提到 如果连中产阶级都承受到压力 低收入家庭的压力势必会更大 甚至可能加深贫富差距 等于说M型化的情况更加的凸显 比如说像疫情 其实他造就远距商机 其实让一部分的人更加的有钱富起来的 可是原本就是比较中产阶级这一块的这种民众 他可能就是说他工作没了 或者是说他因为购买力受到冲击 所以他目前大概没有办法享受到 以前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水准 尤其过去累积财富可以借由工作 但薪资增长停滞 有追不上通膨 更加剧对生活的无力感 国内车厂为了要增加CP值 会从大陆进口零件接着到台湾 组装贩售 将获得了很多人买单 但是为了要保护国内的企业 经济部是祭出了新的政策 未来这零件要强制国产化 平价电动车款平均月卖超过2000台 晋升最热销品牌之一 设计其实就是蛮 不合欧洲那种很简单的车型的那种感觉 原先是英国汽车厂牌 后来被中国大陆上汽集团收购 2022年本土车商代理在台湾组装销售 这个价位我们过往前 大概要花差不多在四五百 我们才可以去达到这个效果 它已经进入到我们大部分人 可以去比较负担得起的一个 有量的一个产品 在台湾炙手可热 但母厂是上汽集团 车内使用多少台湾国产零件 成为被检视焦点 今年3月 立委王世间向经济部直询 品牌电动车在台湾组装成 国产车贩售 但其中由国内供应零件的比率 也就是自制率只有5% 剩下的95% 大多来自中国大陆 游走在灰色地带 根据原先的法规 业者不得从中国大陆 进口整车到台湾销售 但并没有限制 国产车使用的零件来源 还有自制率 经济部随后宣布 在8月1日实施新政策 只要车款原型来自中国大陆 不论是自由品牌 入资买下或合资的品牌车厂 在台湾生产销售 都要达成第一年15% 第二年25% 第三年35%的国产零件比率门槛 政策目的是为了维系 国内汽车零组建业者 有公平竞争的环境 那以汽车零件来讲 目前的内销比重 有差不多四成以上 所以未来如果是说 整个的汽车 如果是用组装的房子来讲话 对汽车零件的内销 是相当的不利 外界认为 政策剑指中华汽车代理的MG 产发署担忧MG进入台湾市场后 威胁其他国产车厂市占率 连带影响零件产业8.5万个工作机会 对此中华汽车回应 除了持续投入自主设计 且国产化率达90%以上的电动商用车外 自导入MG车型开始 公司就依据市场销量 提高积极扩大国产化比率 需要给业者一个缓冲期 如果没有这个缓冲期的情况之下 很难把技术引进到国内 那如果没有办法引进到国内的情况之下 未来电动车的进口比重 只会越来越高 中国电动车具有相对的优势 尤其是在价格方面 如果政府没有相当大的一个阻力 阻止中国电动车的进口的话 业者会引进中国电动车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现在我们政府的政策要自制率提升 自制率提升之后 这个品牌大概差不多完蛋了 但我的想法是 因为这个自制率条例的产生 我觉得它可能会造成说 未来台湾市场的大陆品牌电动车 会形成一个寡占的状况 也许就只有它 跟极少数的几个品牌 大陆的品牌可以在台湾深水 前台湾并没有几个车厂 可以像中华 玉龙 六合 何泰这样的厂商 它有能力去把车子的自制率提升 假设我以我自己 我想引进比亚迪进来台湾卖 那我势必我是要找到一个很大的工厂 跟一个很大的生产团队 并且要通过政府的一些层层关卡 我才勉强完成一个生产线 那再来我生产的东西 还不见得有规模经济 所以势必我评估后 我觉得进来台湾我就没办法 那现在的政策在提升自制率后 就把这个壁垒拉到非常的高 所以这等于是有点保送MG 台湾汽车产业和汽车零组建产业 合作带动下 分别创造出2300亿 及3060亿的产值 本土商用车集团业者 也表态支持保护措施 我们现在国产比例在电动巴士 目前如果要领取补助款的部分 我们的比例已经高达80%以上 我们也怕就是北的企业的竞争手段 他就说那我用很低价倾销的角度 我不领取你的补助款 可是这样同样就会产生 跟本土的这些要发展的产业 就会形成竞争 目前这个政策是针对小客车的一个作为 那我们建议政府 应该将大客车予以纳入 业者认为确保公平竞争不止台湾 欧盟也从7月起 对中国大陆电动车加征最高37.6%关税 一个政府绝对不会做事产业空洞化 他绝对不会认令产业成为一个单纯的贸易行为 而是要彻底的砸根本土 新政策上路后 能否振兴台湾汽车产业 一场新的风暴正席卷而来 TVBS新闻徐宽山网浩与台北采访报道 外界预估联整会降息的趋势一定 马上就反映在美债的市场行情上了 不过投资当然有赚有赔 要提醒您是在下半年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观察美国公债市场的走势图 分析目前美股和美债的投资布局 长期研究股市动向 近期美国债市与台股的走势一致 预估在9月降息后将会有新的市场变数 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 Faywatch工具显示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投资人押注 联准会在9月降息的几率 已经来到百分之百 其中降一马的几率为百分之六十四 降息脚不尽了 也让美债市场行情率先起跑 美国两年期的这个公债几率 已经跌破四个百分点 那十年期的这个公债几率 也大概在三点八个百分点左右 那这个都是连续好几个月 放缓的一个台势 那也代表就是说公债价格 最近也都是蠢蠢欲动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我们去观察过去三个月的 这个债券价格的走势来讲 不管是公债 非投等债或投等债的部分来看的话 大致上都有四到五个百分点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涨势 外界预估这波降息幅度 将落在1.25到1.50个百分点 长天期公债利率 可能收到经济持续成长 和财政部大量发债所推升 整体来看 在降息循环启动的趋势下 美国公债可以迎来利多 因为过去两年期跟十年期倒挂 不会这么长 那这次应该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 九月份应该就会转正 转正的意思就是 短期的利率会比长期的利率来得低 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团队把原先美国的预防性降息 会把它改成必要性的降息 那只要是必要性的降息的话 那债券市场就会形成一个 慢慢的一个慢流行情会上来 美国公债相对稳定 投资人早早布局 而在降息趋势之下 公司债也同样具有利益 包含基本面强认 供需的技术面相对有利 再加上信贫提升 信贫高于BB级以及以上的债券 在美国非投资级债指数占比 从2010年不到四成提升到五成 公司债的部分有分成 投资级等级跟 六成放在公债 四成放在公司债 里面再把它拆成 六成放在投资等级的债券 四成放在非投资等级的债券 非投资等级的债券 你要去看说它的性贫 就是说不能太差 你不要被打入所谓的jump 你是进入所谓的垃圾债券 那这个我就会比较不建议 那就是在公司债的部分 你把它分成投资级等级 跟非投资级等级这块 那就用5%的指定率来做零界点 你去做5%以上跟5%以下 这部分布局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制造业在八月初 以今年最快的速度萎缩 主要受制于生产订单 和工厂就业疲弱 标普全球八月份 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出值下滑1.6点到48 低于经济学家预估中值的49.5 数据一出也引起美股跳水 因为指数低于50 融枯关键水位 引发经济衰退犹率 从9月开始降息 到年底降息的幅度 还有待观察 主要还是受到美国大选的 不确定因素 美国债势 以及经济走向人事 未知数 其一月新闻 于心和刘律军台北采访不懂 很多人习惯拿毛巾擦脸 但是您知道吗 毛巾是戏剧资深的理想场所 很可能引发皮肤和眼睛发炎 毛巾是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用品 无论是洗脸还是洗澡 甚至是擦手都会使用毛巾 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看似干净的毛巾 实际上可能是细菌资深的温床 专家指出 如果毛巾没有适当的清洗和晾干 会很容易繁殖各种细菌 真菌和其他维生物 在台湾的话相关的这些毛巾浴巾的问题 可能要更特别重视 因为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小朋友他使用上 他甚至可能 尤其使用上就随手会拿来用 用完以后他可能就随便丢 所以他比较不会像大人那样能够归位 所以小朋友的这些毛巾浴巾的使用上 有可能他更换上或是清洁上 需要更平凡一点 毛巾或浴巾在擦室使用后 会沾染人体的皮屑油脂或汗液 如果没有定期清洗 或是放在潮湿的环境 久远会滋生病菌 除了会产生意外 也会增加皮肤感染的风险 对于免疫趋损的人 也需要更频繁地清洗毛巾 以免接触到可能留在 预心上的病原体后 可能容易导致感染 如果有任何开放性的伤口 割伤或是皮肤感染 也要频繁地清洗毛巾 或使用新毛巾 可能减少伤口 与后极限的感染风险 台湾这个环境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温暖 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 所以当毛巾身上 沾染了这些东西之后 时间一久 再加上这个潮湿闷热的环境 就很容易滋生细菌跟默菌 成为细菌跟默菌生长的温床 那久了就慢慢会飘出异味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人体皮肤每平方英寸 大约有1900万个皮肤细胞 650个汗线 所以当我们洗完澡 用浴巾擦干身体时 一些死掉的皮肤细胞 汗水及油脂 就有可能残留在毛巾上 刚好提供细菌 及默菌滋长的来源 2021年 一项小型研究中 对大学生使用的50条毛巾 进行了微生物分析 发现所有样本中 都存在大肠杆菌 而残留细菌或默菌 除了会产生异味 反复擦在身体上 也可能将毛巾上的微生物 转移到皮肤上 这些病原体 也可能会引起感染或生病 尤其是皮肤敏感 或是已经有皮肤病的人 容易导致湿疹 默菌感染 如香港脚 灰指甲等等 为了避免浴巾成为细菌 和默菌的温床 每次使用后 能够将浴巾完全的晾干 最好是摊开风干 或是拿到室外晒太阳 要避免跟其他人 共用浴巾 以防止细菌和默菌的传播 对于小毛巾 则建议每2到3个月 就更换一条洗毛巾 至于浴巾 则建议6个月到1年 就更换一条新的浴巾 避免将湿毛巾丢进洗衣篮 因为湿毛巾中的湿气 可能会增加默菌的生长 洗完后 不要久放在洗衣巾中 尽快挂在通风凉好的地方 摊开晾干 来防止默菌的生长 使用摄氏60度以上高温度的 以下来洗底毛巾 可以有助于杀死默菌 以大人的使用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一个礼拜 毛巾已经也许一个礼拜 需要至少洗个两次 而且会建议 大概至少有一次 去拿去外面晒太阳 因为太阳还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杀菌的作用 而且它可以让它干燥 因为我们的霉菌 如果在里面一直长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身体 都会不太好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 台湾我们的房屋内的 一直有几乎太多 所以一旦潮湿以后 这些续菌的自身 可能都会比国外来得更严重 医师提醒 应养成良好的毛巾清洗 和保养习惯 定期更换毛巾 避免多人共用毛巾 才能确保毛巾卫生 减少细菌感染的风险 TVBS新闻 陈如环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2014原子少年2 六颗神秘的星球 将再次引爆 用音乐翻转银河 掀起全新的宇宙浪潮 TVBS42频道 8月24号起 周六晚间8点